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近日 财政部税务总局联合发布 关于进一步扩大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范围的通知 决定自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将小型微利企业的年应纳税所得额上限由50万元提高至100万元 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100万元含100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 其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近日 教育部引发关于开展幼儿园小学化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 提出对于提前教授汉语批音 识字 计算 英语等小学课程内容的 要坚决予以禁止 对于幼儿园布置幼儿完成小学内容家庭作业 组织小学内容有关考试测验的 要坚决予以纠正 社会培训机构也不得以学前班 幼小衔接等名义提前教授小学内容 各地要结合校外培训机构治理予以规范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 关于落实在一定期限内适当限制特定严重失信人 乘坐火车 民用航空器有关工作的通知 指出 最高人民法院分别与民航局铁路总公司建立了数据传输通道 并实现了名单信息互联共享 人民法院制作的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决定书和限制消费令 自做出之日起生效 民航局和铁路总公司收到名单后 即按名单执行惩戒措施 近日 长春市国家投资项目评审中心发布一则 关于长春市轨道交通实行同网同价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式 公式内容为 2018年9月末 轨道交通2号线和北湖线即将开通试运营 届时 长春市将由轨道交通1234号线和北湖线5条线路投入运营 换乘车站从3座增加到7座 初步形成了网络化运营规模 为发挥轨道交通网络化快捷出行的优势 长春市拟实行轨道交通同网同价政策 近日 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 关于提高失业保险金标准的通知 长春市区失业保险金标准调整为每月1513元 吉林市区松原市区失业保险金标准调整为每月1344元 四庭 辽园 通话 白山市区和延吉市 浑春市 前锅县 辅松县的失业保险金标准调整为每月1185元 白城市区长白山管委会 美河口市 公主岭市和其他县市的失业保险金标准调整为每月1110元 新标准执行期从2018年7月1日起至下月 随着铁路12306网站以及12306手机APP的广泛推广 以前通宵去火车站排队买票的景象消失了 不过还有一个排队是避免不了的 那就是取票 尤其到了客运高峰 出行旅客在网上购票后 还需要提前很长时间到火车站去换取纸质的车票 如果来晚了 赶上排长队换票 旅客很有可能就会耽误了行程 那么现在好消息来了 今后在长城站乘坐哈大高铁和长崎城际县的动车组列车出行的旅客 可以在哈大高铁长崎城际延线27个车站 凭借二代居民身份证直接进出车站 我刚才就是要坐八点半天趟车到公主岭嘛 然后我就来晚了 然后就是因为取票 所以就是这边就不让进了 在火车站像乘客小记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 很多乘客预留了路上堵车的时间 却迟到在取票这一环节上 应该是就是这个车眼瞅就到站了 就是心情特别着急 心机如粉的那种感觉 就恨不得我能 又怎么讲了 就是我能加个三七把票取了 不用取票能直接上车 那该有多好呢 乘客这一愿望正在得意实现 眼下乘坐哈大高铁 长崎城际铁路的旅客 就可以不用取票直接乘坐火车了 为了改善这个广大旅客的乘车出行体验 从即日起呢 反而乘坐这个哈大高铁 和这个长崎城际列车出行的旅客 可以凭这个二代身份证 出入这个哈大高铁的二十三个车站 和长崎城际线的四个车站 不用取身份证 不是不用取车票来进出车站 这就刷身份证就行 对 据长崎城际工作人员介绍 凡通过铁路12306网站 以及12306手机APP 使用二代居民身份证 购买哈大高铁 长崎城际动车组列车车票的旅客 均可以凭购票时 使用的乘车人有效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 直接通过车站自动检票机 办理进出站检票手续 需要提醒的是 旅客一旦在窗口取票 电子客票即转为纸质车票的形式 电子客票就失去了效力 一切就需要以纸质车票为准了 也就是说 如果旅客取了高铁车票 就不能再刷身份证进站了 只能出示纸质车票进行检票验票 如果有需要纸质车票旅客 作为报销凭证的话 可在锁成车票的锁载日期 之后的31个工作日内 来换取纸质车票 到我们车站窗口来办理 它是在窗口 还是在自动执票机也可以办呢 在自动执票机 包括售票窗口都可以办理 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你坐哈达高铁 从长春到大连 并且会在大连待很长时间 需要纸质车票报销 那怎么办呢 很简单 在这个时限内 你在大连站 也一样能出报销用的纸质车票 现在看到车站里边很多 排队的时候很多人骂取票 还是有的时候非常不方便 如果是这种制度 能够提应下去还是很好的 最起码你可能路途比较远 不用预留那么多的时间 去到取票口去取票 直接拿身份证去刷身份证 直接就可以进来了 你最起码要预留20分钟的时间 把这个过程办完吧 可以接上20分钟时间 以后就是不用 就是能够 因为它很多人需要打发票 报销 就是能够直接的 就是不用人再来打票了 就直接的能够票 寄到自己的邮箱里面 发到自己的邮 邮箱里面用纸质的那种发票 也节省了那种浪费 7月5日 智能高铁发展 继京津冀城际铁路开通 10周年论坛在北京举行 在此次论坛上 铁路部门也宣布 电子客票将于明年 在全国推广 刷身份证 甚至刷手机 乘火车 在全国范围内 都将成为现实 这将给我们带来的方便快捷 不言而喻 让我们共同期待吧 负重独行 而是众人携手 抱团发展 一起去了解一下 王君是四平市铁锡区的一位小老板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才迎刃而解 这个创业者这儿 这个联盟这儿啊 然后他们有很多地方都让我们省去了很多的不必要的这个麻烦的环节 他就他们就一手的然后给我们把这所有的宣传啊 把我的产品啊都介绍给大家 我们就负责一个供货 就非常就 又省心又省力 还省人 铁锡区创业联盟里有几十家企业入住 大家互通有无发布销售渠道 让很多企业得到了好处 王君通过创业联盟销售上的优势 利润就获得了大幅增长 最起码能增加 因为这一方面啊 就是对我的销售来说啊 能增加到将近一倍 确实这个创业者这个联盟这个铁锡联盟创业 对我们的帮助很大 因为他线上给我介绍了很多东西 然后在线下呢 有些当地的采购的啥的 在他呢就直接把货就整了去 销售服务就是把咱们四平市这些个 生产农特产品这些个企业组织一起 就像咱们现在这些 在咱们现在一楼体验区这块 大概有五十一家 就是那个生产型企业 那不会销售 不会销售怎么办呢 我们帮他来写这部分运行计划 写完运行计划之后 帮他把产品网出打包 统一网出销售 创业联盟除了提供销售服务 还提供政策服务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创业联盟通过微信群 向创业者发布政策信息 通过这些信息 创业者们可以获得政府的一些补贴或者贷款 无形中也帮助他们降低了创业成本 在国家或者是省级市级公布那个政策的同时 我们在群里边会帮助大家去发一发 发完之后帮他解读 如何能够拿到这部分政策 帮助他申请一些个适合他的一些项目的一些政策 国家一些补贴和包括无息贷款和政府贴息贷款这方面 张亮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在通讯行业工作 积累了几年经验后 他有了自己创业的想法 因为以前工作过程中并没有积攒太多的创业经验 在初期创业的时候麻烦就接踵而至 面对初创企业有三个基本标准都是很难的 钱难 事难 圈子难 但是联盟单位这一块就解决了很多初创型企业 钱 事 人 的问题 因为联盟单位之间的互相 它就都有一个不同企业不同的业务线 然后我们利用不同的业务线交替自己的业务 然后来展开自己的业务来拓展自己不足的一面 这联盟单位主要起到互帮互助的作用 通过创业联盟 张亮的企业找到了业务拓展的方向 同时创业联盟组织的一些培训 也让刚刚创业的张亮获益匪浅 还有定期为我们对接一些培训资源 培训资源包括政府定期组织的一些 像我们学习怎么创业 企业怎么管理 市场怎么拓展 这些相关的有这些专家来参与的一些会 我们都能跟创业联盟这边 给我们提供一些相关的一些位置 还有一些学习的机会 四平市各县市区创办创业联盟 是从今年四月份开始的 第一个试点创业联盟是在双辽市开办的 如今五个县市区已经全部组建了创业联盟 联盟一它的基本功能就是合成的一个重要条件 就是通过它产生新企业 这是它的一个 我们的一个目的 主要目的 第二个呢 作用就是拉动它现有企业的发展 这个发展主要体现在我们的三项服务 政策服务 知识服务跟销售服务 特别是销售服务 一个扁担两个框 每个企业都可以受益 江浙在四平市铁东区经营一家家庭农场 农场现有几栋大棚 出产西瓜 香瓜等产品 还出售自产烧酒 铁东区成立创业联盟以后 江浙的家庭农场也加入了进来 我们很多政策以前知道的也晚 然后也不会解读 对这政策来之后 我不知道我们对这政策我们得怎么用 有联盟的话就像有个家一样 就有人跟我们解释了 原来江浙销售自己的产品 都是靠采摘或者朋友推荐 渠道比较单一 通过创业联盟 他结识了同样是会员单位的 吉林省惠立农场有限公司 惠立农场向江浙开放了 自己的网上销售渠道 我们这也跟创业联盟达成了一个共识 就是我们把我们的客户端 可以直接发放给 中文言联盟的这些合作伙伴 让他直接把他们的好的产品 优质的产品 通过我们筛选的产品 直接放到我们这个 这个惠立农场的电商平台上 我们进行统一销售 这样的话 我们本身有自己的物流配送中心 另外一点呢 我们有自己的客服 可以共识一起共享这些资源 如今四平市的五个县市区 全部组建了创业联盟 共有两百多家企业 成为创业联盟的会员单位 这些创业联盟 为联盟成员提供政策服务 知识服务和销售服务 发挥规模优势 做大做强企业的同时 创造新需求 开发新项目 复化新企业 然后我们主要就是想 把这些企业做不同行业 从事不同项目的一些企业 融到一起 最终呢 打造一个互帮互助 抱团取暖的 这么一个创业的一个氛围 然后形成一个固定的圈子 然后让每个企业呢 都能从中获益 因为它不同行业嘛 进行一个合作 这样的话能使每一家企业 都从中获取自己想要的资源 这样一举多得的好处 让四平市诸多的企业 乐于加入其中 更是促进了当地的创业和就业 好的 本周的节目就是这些 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